民国101年3月8号 当年桃园县府卫生局接获民众检举 发的是有名女子认真可以帮民众放血解除身体病痛 因而会同警方突击检查 果真发现该名女子正以针头扎入手背的方式为民众放血 由于此举涉及医疗行为 且经调查这名女子并没有医师执照 因此警方以违法反律规定将其移送法办 民众呢 这个大概就是因为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 包括这个颈部僵硬酸痛 那我们呼吁我们的民众要就医 应该要找合格的医疗验所 找合格的医师 因为像周姓这个 他本身未具备有医师资格 然后做 甚至做侵入行为 他已经违反了医师法第28条 那会做这个30万以上的罚款 150万以下的这个罚款 那甚至呢 他也会 我们把他移送地检署之后也会被判刑 没有找到这个合格的医疗机构 合格医师来做一些侵入行为 比如说放学 那可能在这个 他的环境的这个清洁的部分 没有做好清洁的工作 可能会造成感染 那甚至呢 有时候放学呢 对有一些民众呢 可能会造成比较更严重的 比如说会 民众会惊吓啦 甚至会产生休克等等 当年桃圆县府卫生局也向民众呼吁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应该要找合格的医师来做检查 尤其是要执行类似放血等侵入性的医疗行为 一定要找合格的医师 避免发生因为没有做好卫生清洁而造成戏剧感染 对身体不但没有帮助 反而危害健康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